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 是一个那种乡村小屋 就是家庭旅馆 这个树有圣诞感 前面还有五号 酒店提供早餐 但是早餐非常的简单 我就随便下来吃一口 没有什么鸡蛋什么的 早上午饭还不充蛋白 感觉脑子就不是很灵活 出门了 有点像Cork 有点像爱尔兰的小城市 但是房子长得有点不一样 这个一看就是什么 中世纪的一个教堂 这个井已经没水了 变成花盆 你看这个井已经没水了 哇这个修修补补又是一千年 这个石头上很有可能可以找到画石 这个小教堂 哇这个石头是紫色的 很好看 很好看 你看这个老乡是 逛古董店是游客来到Lewis的原因 这里的几家古董店犹如古董超市 关于家里能想到的物品 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在爱尔兰的二手双品店好货不多 但在英国的一个小城镇 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精品家用 可见以前因历史原因 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差距 可以以很不错的价格讨到很优质和独一无二的商品 是逛二手古董店的魅力 而且我一直认为 一个物品多次使用 会丰满它的灵魂 这个好好看 这才十块钱 你看这个才是有点长得像外国人的 好漂亮 多少钱 这不便宜 如果认真的在这里逃货 感觉可以虚度一整个下午 在这里摸摸逛逛 竟然还看到了一只上世纪五六十年产的可口可乐的玻璃瓶 不知道百年后会不会也像青花子那样珍贵 这么多可爱的小店都集中分布在这个小镇子 还有这些多年前的儿童玩的玩具 惊奇的事除了古董商店 Lewis的小店都特别时尚好逛 真的他们英格兰人跟爱尔兰长得不一样 真的长得不一样 真的长得不一样 长得不一样 这个牌子的Pinut Butter还挺好吃的 爱尔兰也有 这个真的很好看 每个都很好看 每个都很好看 小镇里 好漂亮 你看还有这种早饰 吃尾饭啦 吃一个土耳其菜 巨好吃这家超级推荐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就是天然好吃 不停给我们上菜 不停给我们上 又给我们上了一个 卡罗斯菲雷的什么酱 甜点 好吃 好吃吗 为什么突然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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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Affiliating 太狠狱了 太狠狱了 太有惠惠了 太弱了 然后为什么我们这边一来就阳光特别好 感觉英格兰的阳光比阿尔兰阳的阳光好很多 我觉得这个小镇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小狗都可以进到商店里面 非常dog friendly 特别亲然后小狗也特别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